Hello 大家我是阿乐 今天是五月的读书分享 两本关于死亡的书 一本是最好的告别 关于衰老与死亡你必须知道的常识 一本是当呼吸化为空气 其实在我们的文化中是很避讳谈及死亡的 但是这两本书其实都是在微信读书的首页推荐给我的 而且可以看到那个豆瓣评分第一本的话也还蛮高的 我在想可能也是因为疫情 把死亡这件每个人都不可避免 但每个人又心照不宣的去回避的一件事情 推到了我们的面前 就让我们不得不去面对 也不得不去思考 这两本书的作者都是医生 好像都是印度裔的 最好的告别作者阿图是介绍了整个死亡的流程 走向病痛衰老死亡所必须经历的过程 还有必须面对的问题 一些应对的措施和当前没有办法解决 然后他所提倡大家关注的一些问题 当呼吸化为空气这本书就是一个具体的年轻人 作者保罗他自己走向死亡的一个过程 以及他的一些所思所想 这本书还蛮好的表达了前一本书所提出的一些观点 比如说为什么好像随着年龄的增长 一个人他越来越平和 越来越少的焦虑 更好的情绪管理 也更懂得珍惜身边的人 然后更懂得享受当下 其实这背后可能并不是年龄 而是当生命的脆弱性凸显出来的时候 人才会去重新排序重要性 重新定义优先级 去改变人生的目标 所以并不是年龄并不是时间的流逝 而是随着时间流逝所带来的苦难和经历 所获得的思考和经验 人才有了改变 所以才有说25岁死了75岁才埋葬 那是因为过去的只有时间的变化 而没有经验的累积 也没有思考 也没有智慧 也没有平和的沉淀 所以最终都是没有成长和改变 生命的脆弱性 其实让我想到了旅行的意义 当我们看到几百年几千年的历史人文 看到壮阔险峻的自然风光 看到人与自然的博弈 感受到一个人的渺小和脆弱 好像生活中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 人的改变并不主要是年龄 而是观念 这点在保罗身上也印证了 因为他很年轻嘛 才35岁 马上就要熬过这个学医阶段的最后实习 马上就能苦尽甘来光荣的毕业 成为一名体面的医生 未来是头衔荣誉金钱 无限的美好在等待着他 但是噩耗传来了 他被诊断出肺癌 两年后他就死了 在学医之前他对文学啊哲学啊也是很感兴趣的 对于人生的意义也有自己的思考 未来的人生规划也充满了希望和可能性 但面对突如其来的死亡 好像一切都没有意义了 我在想他一定是不甘心的 但他就是说不要问为什么是我 答案就是为什么不是我 我觉得这个答案就是太妙了 We are all going to die 死亡痛苦生命的有限和脆弱 未来的不确定复杂多变 他其实一直就在我们的身边 只是我们选择看不见而已 现在他来了那该怎么办呢 保罗在他自己生命最后的两年 他学到的是说 不要因为你要死了就去做什么事情 或者因为你要死了就不去做什么事情 而是要去真正的找到你认为重要的事情 然后不管是什么时候只管去做 保罗最后走向死亡的过程 是他妻子帮他记录的 书上是这么写的 他用轻柔而坚定的声音 清楚明白的说 我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他的意思是准备好撤除呼吸辅助设备 准备好注射马咖 准备好去世了 看到这段我被保罗和他妻子的那种 面对死亡的迎接死亡的这种勇气 还是很触动的 我们都知道现在医疗很发达 他可以尽可能的靠机器来延长生命 但对于病人本身来说 可能每一次呼吸就是一次痛苦和折磨 而这种折磨可能对他自己生命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那对于这种情况最好的告别 也提出了一个他比较推崇的这个就是善中服务 保罗用的应该也是这个 就是善中服务是说最大程度的尊重病人本身 不在人为的与死亡抗争 不在人为的延长死亡的来临 而是尽可能减少病人的痛苦 让他可以平静的有尊严的离开 我觉得这算是一种无为的治疗 就是放手平静的等待死亡的来临 最好的告别也说到说 最后时刻人必须要有不同的取舍 有一个得脊柱肿瘤的 他就说只要还能看电视足球比赛 和吃巧克力冰淇淋就足够好了 瘫痪也没有关系 那有些人就会觉得如果瘫痪了 就意味着不能掌控自己的生活 如果24小时都要被人照顾的 无法掌控自己的世界 自己的生活的瘫痪还不如去死 阿图的父亲就是这一种 他就希望能够要善中服务 可以让他很平静的离开 但是他的母亲当然是至亲之人 一定是不舍得啊 无法接受 他说你不想像这样醒着 感觉到我们跟我们在一起吗 他的父亲停顿了很久 说我不想经历这个 他说的这个其实就是痛苦啊 这衰老重症最难的部分不是死亡 而是失去个人生活的尊严体面 失去自己对生命的掌控感 求死也变得很难 因为你可能接纳了死亡 但你的至亲之人还是无法接纳 还是希望你活着 然后他们会想方设法的把你抢救回来 这也没有说谁对谁错 因为人本身就是很神奇的动物 只要不死就有希望 我们也是凭借着这样或者那样的希望 才好好的活到现在啊 最好的告别里就有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就是怎么样去尊重病人 尊重老人 尊重冰死之人 帮他们寻找到意义感 帮他们寻找到对生的渴望 你也只有让将死之人 找到他生活的意义 他才能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嘛 思考死亡最终还是为了活得更好 好好的活到终点 其实这个终点是什么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那也讲讲我比较接近死亡的一次体验吧 就有一年大学的寒假 我去我爸的仓库住了一个晚上 那天也挺冷的 我爸就帮我支了一个火炉烤火 就可以猜到就是一氧化碳中毒了 所以我常常会觉得死亡就是命数 时辰到了就是到了 没到呢也不用急 为什么呢 就通常我晚上睡前 我也不上厕所也不尿尿 就可能躺平了 那就一时要睡了 那天我就是躺着 然后我爸呢也是快要睡着了 我也是昏昏欲睡啊 但是莫名的心理在做斗争 说要不要去洗手间 最后也莫名其妙就去上了 就想说赶紧上完就睡睡睡吧 还没走到洗手间 我就晕过去了 然后我爸才发现 到我有意识的时候 已经被我爸拖到那个门口的一片小平台 而且我爸就好像一直想要把我拽起来 就站起来 但是我就是全身都是软塌塌 而且非常非常重 好像一直想要往地上倒 他都很难把我撑起来 我觉得也有可能因为他也吸死了一些一氧化碳 也没有很多力气 然后周围又回了一圈的人也有给我们稍微有一点 他们就大家都在讨论说这不人家二氧化碳中毒了 这个女儿晕过去了 可能也是过了好一会儿才也没有去医院也没有上厕所就是回去继续睡觉 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冥冥中注定 如果我不起来 我们两个人可能那一晚上就是睡过去 但为什么要起来 我也很迷惑 就可能就是一种直觉 或者就是死尘未到 所以因为有这样的经历 第二点我会觉得说死亡是很简单 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没有什么痛苦 也没有必要去恐惧的一个事情 就像落叶归于尘土一样 只是换了一种存在的方式 最后的告别这本书里面就讲到 其实人类的历史上大多数时候 人类的寿命其实都不超过30岁 像16世纪以前 人类的自然的进程就是未老先死 死于衰老 死于人体机能用尽了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少的 因为每个年段都有意外死亡的风险 现在大多数国家 人类的平均寿命都达到80岁以上了 从人类的历史上来说 我们已经是老不死的老妖怪了 作者就讲说 当我们研究衰老的时候 我们试图理解的 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而是一个非自然的过程 之前特斯拉的CEO马一龙 也接收采访的时候被问到 就是说 为什么你好像对人类的健康视野 延长人类的寿命这个议题 好像不感兴趣 然后马一龙就说 他觉得死亡并不是一件坏事 老得不去 新人就没有机会出头 而且人是很难被改变的 随着人年龄的增长 他只会越来越固执 很难接受新鲜的事物 然后他们又有更多的 那些老人会带着旧有的思想 给革新带来很多阻碍 就类似是这样 不过我觉得今天也有点扯远了吧 不知道你对这个话题怎么看 怎么想呢 欢迎留言一起讨论 如果你觉得内容还不错 有启发的话 记得帮我点个赞 分享给你的朋友 最后非常感谢 你可以看到这里 期待下个视频呢 也能和你分享 我们下期见 拜拜